中共十九大落幕 外界几个月来有关中共高层人士的猜测 终于尘埃落定 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 没有按照惯例指定接班人 为五年以后继续执掌大权 留下了复笔 此外习家军前面上位 王岐山功成身退 早先被看好的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场 赵乐际接任中纪委重任等等 都成为这次高层人士的热点 那么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得失到底如何 政治派系的纷争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 是否到此为止 从中共高层人士的安排 能否看出中共未来的执政方向和执政风格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加拿大的吴国光教授 用三言两语来跟我们很快的点评一下 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 他的得失到底如何 习近平通过这次十九大 那么过去五年的极权的努力 得到了中共整个精英阶层的加持 他的宪章地位和他的实际的权力 都得到大大的加强 我想这是习近平所得 那要说所失呢 可能也没有什么所失 就是没有得到呢 就是在中共的最高决策集体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 那么还要维持了派系平衡的原则 不是一顺手之下班 那么这个可能也隐含了第三句话 就是今后五年中共权力政治的看点 就看这样一个非常强势 地位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习近平 如何和这样一个多种派系策动复杂的 政治局常委会如何磨合 好的 高文贴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您觉得习近平最大的得是什么 最大的失又是什么 最大的失就是刚才第一句话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在十九大 是大有斩货 可以说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高峰 得的明显大于失 最大的得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就是他的名字写入党章 这使得习超过了江湖 直追矛盾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占据制高点 不仅具有正统 法统地位 而且还可以在道统上号令全党 第二个得就是说 颠覆了邓小明时代确立的接班人制度 新一届常委没有六零后 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掌权 在位埋下伏笔 习的失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能改制成功 就是原来喧嚣一时的所谓取消常委 实行党主席制 而且在现任常委中的习派只是一个微弱的多数 不过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习的精明之处 不争一日之短长 而是着眼于二十大 而且他在政治局里面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为五年后全面改制铺平道路 好的 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上是两得两私一贫 两得就是他成功阻止了党内给他设接班人 暂时可以让他高枕无忧 再一个得就是说尽管在政治局常委层面 他是微弱优势 但是在整个政治局里面 他是习家军全面上位 占了十五个 在二十五个里面有十五个 是五分之三强 就是百分之六十 两私就是他未能改变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让王岐山他的盟友王岐山留任 再一个私就是说 他没有成功地把总书记改成党主席 仍然是一个班的班长 那么党主席他必须留待二十大局议论 再一个评就是 习近平思想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以一种折冲的变通的方式再入党章 地位仅高于江湖而低于矛盾 谈不上直追矛盾 好的 我想大家一个最关注的问题 吴国光教授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 打破了几十年来的接班人制度 从十九大总体的人事安排而言 你觉得习近平这次打破游戏规则 还是说向既定游戏规则妥协的成分 哪种成分更多一点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打破游戏规则的成分 占到了70% 可能妥协的成分占到了30% 也就是说他的德当然远远的大于是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您这个德师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刚才两位讲得很好了 我想在过去的长期的政治生涯当中 习近平当然首先是中共这个特别是1989年以来 这一套游戏规则的一个追随者 一个遵循者 所以这样才能得到上位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十八大以来呢 他不断地在致力于打破这样一些规矩 但是呢这个规矩呢 第一呢 它的惯性非常大 因为背后有强烈的利益集团的支持 那么第二呢 这个很多东西呢 有的是已经成文 有的是不成文呢 但是在精英内部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所以呢这个打破呢 对他来讲还是有相当的阻力 那么这一次我想呢 基本的表现呢 还是至少是出乎我的意外 那么如果看十九大之前 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 那么再看他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成果是大 那么可以讲呢 他这次呢 这个打破的力度很大 那么他的这个收获呢 应该是 虽然经过非常这么激烈的这样的斗争呢 他还能取得这么大的收获 这说明了习近平呢 这一次呢 确实是有一些非常手段 好的高明天 您觉得习近平 这是操纵这个中共党内制度的这个手段 到底如何 比如说和毛泽东相比 他的高下怎么样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 习近平在接班人问题上 玩弄全谋啊 可以说只追毛泽东 比如说就是新华社披露的 西分别找政治老人谈话 这个里面有很多猫民在里面 他分别找一个一个找 而且由他来汇总 他对一个人可以讲一面的话 对另一个人讲另一面的话 就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这个是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手法 再有的话呢 我还认为呢 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陈敏尔入常啊 很可疑 我认为呢 有可能是习呢 有意释放烟幕弹 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来绑架胡重华一同落马 还有就是像媒体呢 这个从一两年前就炒作 取消常委啊 党主席制啊 也不排除是在有意造势 不倒舆论 以此为筹码呢 换取真正想要的东西 比如废除接班制 为自己连任铺路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政治家 施展权谋是必要的 但是光靠权谋是成不了大事的 更重要的是政治眼光和胸襟 跳出一档之丝 真正以国家民族百姓苍生为重 否则全谋充其量 只是一种术 于大局无补 好的非常有意思 刚才高文天我想补充一句 他提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是讲到 在确定最高领导人人选的时候 习近平分别和中共最高层 57位中央军委等等领导人 进行了单独的谈话 来和他们沟通 那么这个爆料新华社自己爆出来的 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宫先生 您的看法 就是外界普遍的看法呢 是习近平这个下面五年干完 还可能会继续的掌权 当然具体的这个掌权的方式呢 不一样 有可能是党主席 有可能是在军委主席 掌大权 或者甚至是呢 就是说在幕后 像当年邓小平那样 垂帘听政 就是不管 但是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他也要顾忌党内的利益集团 他也要顾忌他的历史 他这个方面 是不是会有这个 恋战权威的这个负面的评价 您认为习近平未来有哪些选择 既不破坏这个制度的 既不被这个破坏制度的骂名 又能继续掌握实权 就是说现在中共的这个制度 能给他多大的空间 来操控这一点 听您的看法 陈伯宫先生 习近平 习近平虽然成功的阻止了 设立接班人 看上去他在权数上成功 但是在对他个人来说 权数上成功 但对中共来说是政治上的倒退 尽管对老百姓来说 中共是集体领导制 还是个人集权制 对老百姓的感受和效果 并没有区别 但是毕竟 结束领导人终身制 和确立领导人任期制 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 那么现在习近平 试图延长的企图 延长任期和超越任期的企图很明显 终身制的意图非常明显 而且这次成功阻止了接班人 给这个铺平了道路 这个可以说是对终身制的一个全面复辟 因为中共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中 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没有进步 但这方面他是对文革做了否定 对毛泽东的终身独裁做了否定 那么习近平全面复辟终身制 就是对中共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否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将来能够走多远 现在还有五年还很难说 现在未来的结构可以看出 政治局常委是一强六弱 一主六谱 看上去习近平在政治局是强势 而且没有什么习理体制 过去五年没有习理体制 是习王体制 未来五年也没有习理体制 李克强仍然是弱势总理 习近平不仅党权军权和经济权都要大抓 只有习习体制 但是未来五年 政治会出现很多变化 如果他在党内 我想他的终身制 最大的反对力量在党内 而民间老百姓是无赖的 也是甚至很多时候 不关心政治 对政治不感兴趣 所以习近平要真正走向终身制 会延长任期的话 他恐怕最关键的一步 能不能跨向民间 在民间能否得到支持 否则在党内的构斗中 未必能够如愿 好的 吴国光先生 我们现在从具体的人事重组来看一下 那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 一个最大的看点 就是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就是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那么你觉得从组成的人员 能不能看出中共未来的执政方向 和执政风格 尤其是我想听听您对于 接替王岐山反腐重任的赵乐际 怎么看 还有一个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 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我想讲四点看法 好的 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会 由哪些人来组成 从过去一千年的实践来看 已经对这个党的基本的路向 那么他的政策的风格 应该来说影响不大 那么甚至谁当总书记 在习近平上台以前 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只有习近平上台以后 那么他的强势风格 才使得他的个人的印记 给这个党的路向和政策的这样 这个执行上带来了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当中 新的19届政治局常委会 那么栗战书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那么因为第一 可以说在这七个人当中 栗战书是最铁杆的习的同盟军 那么第二 栗战书占据了一个 党内第三把手的位置 这个实际上过去一些年 实际上中共在政治局常委 这个最高层的组成人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又做了一个两层次的划分 一个就是党的总书记 国务院总理 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 这四个位置 被看作又高于其他那些 不担任这样一个 所谓完全的政国籍 那么就是又在副国籍之上的那几个政治局常委 地位之下 这个可以从各种名单里可以看到这个线索 那么栗战书占据这个位置 第一就是他的第三把手 地位非常高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占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这样一个位置 我想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 不会有什么悬念 那么只是等到明年的两会 正式来决定这个任命 那么这个位置呢 他的权力可大可小 如果大的话呢 他可以完全对国务院形成强力的制约 那么特别是呢 如果在习近平要寻求下一个 这个十年任期 就是至少下一个五年开始 那么二十大行呢 他要不仅改变这样党的这个总书记 成为主席这样一个地位 而且呢可能需要同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这样一个位置 也许叫总统啊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就需要人大呢 来修改宪法来通过 那么这个呢 会得到栗战书的强力的一个奥援 这个是我认为栗战书 作为一个重要看点的原因 那么第三点就是你刚才讲到赵乐际 作为中纪委书记 那么中纪委书记呢 在两会以后呢 国家监察委成立以后呢 两个地方呢核数办公 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想中纪委的这样一个实际的 涵盖的范围呢 会比以前更大 但是中纪委的实际的权力 会有多么大呢 那么我想这个是 也是可大可小 那么只有在过去五年 王岐山的强势领导下 那么中纪委应该说是中共历史上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权力 那么今后是不是还能继承 这样一个传统呢 新传统呢 我想呢这个东西呢 恐怕还有很大的观察的余地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你提到王沪宁 这个我想王沪宁处长这个中央书记处 主管党务 很多人讲说这是破了一个先例 好像没有地方经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实际上我们看呢 即使在最近的过去的这样一些年党中呢 没有地方经历的领导人 在中共高层占据非常重要位置 相当的多 那第一个就是李鹏 这非常明显 他从来没有任何这个地方党政主观的这样一个经历 第二个就是乔石 他也是同样 他的这个相对的地方经历呢 可能比李鹏还要弱 那么更近的就是曾庆红 温家宝 实际上在以上一个就是刘云山 就是这个王沪宁的直接的前任 当然呢曾庆红在地方有工作的经历 但是没有当过地方的主官 实际上这个我想这个王沪宁能够出任这个位置呢 可能和他这个经历呢是一个优势 因为没有地方经历呢 他可能就没有很大的空间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派系 所谓党内的利益集团 这个可能是习近平相当忌讳的 但是呢我看呢从王沪宁当选以后 这个舆论的情况来看呢 恐怕也不能低估王沪宁呢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这个王沪宁在今后的这个五年当中 是怎样去贯彻习近平在这个党务上的这样一些意志 我想呢他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但是呢很可能他是一个要在各派之间 走平衡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样呢就可能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个人意志多大 互相之间呢就有一个摩擦的关系 这样一个摩擦的关系如何的这个发展 如何的互动 这个是个很大的看点 好的非常有意思呢 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又是什么看法 我不认为呢习近平会顾及这个历史的负面评价呢 而在集权上收手 因为他已经走上一条历史的不归路 历史呢有自身的逻辑 即便是习现在大权在握 有心的话呢做某些转员补救 但是巨大的历史惯性也会拖得他动弹不得 就像当年毛想结束文革而欲罢不能一样 那么呢现在习近平的废除这个接班制 实际上呢又陷入了专制极权制度权力更迭的这么一个怪圈 把自己呢置于一个险境 他现在面临着 他现在已经骑在虎背上已经下不来了 面临着和毛当年一样的困境 用毛的讲话叫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那么毛在76年病重的时候 他讲就是在血与兴风中交班 所以习近平的话呢 他现在他19大他20大 他总有一天他要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像毛当年预言一样 在血与兴风交班呢 甚至于获吉他的毛的家人 甚至于像获吉毛家人一样 获吉习的这个家人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呢 我就是再讲到新一届的常委 我觉得的话呢 平心而论呢 新一届的常委呢 似乎比上一届的形象就好一些 但是呢 更大的看点是更像习的跟班 是为习跑腿办事的一个军机处 而习在常委呢 是一人独大 刚才吴光先生讲呢 说常委是分两个层次 我觉得呢 这次19大呢 实际上可以说分成三层次 第一是习近平 高高居于像刚才这个 这个破空讲的 是高居于其他常委六人之上 然后的话呢 就是一主六谱 那么第二层呢 是正国级 第三层是副国级 所以呢 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呢 中共未来的执政的方向 和执政风格呢 是取决于习近平 而不是常委成员 再有一个关于中共反腐的话呢 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 高文贤先生 我先听听 我们再接着听听这个 陈破空先生也对这个常委的看法 我想 因为刚才高文贤先生提到 这个胡春华和陈敏尔没有入常 那么他觉得当初呢 一些舆论上的这个造势呢 其实可能有策略的因素在里面 我想听听 陈破空先生 您对于这次入常人选 您是怎么看的 19大一开幕 习近平一做了一个冗产的报告 马拉松式的政治报告 我当时就下了一句结论 我说习近平通过他的报告 泄露了政治局常委人选 这个人选就是派系平衡 派系的恐怖平衡 因为他的报告90%就没有新意 也就是受负于政治老人和现有体制 那么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结构 就是一个习派三人 江派两人 团派两人 这么一个结构 完全不出所料 所以这个结构里边 习近平栗战书和赵乐际 基本上属于习派 但赵乐际属于半个习派 他跟习近平的交接 仅仅在于是陕西老乡 其实他们并没有共事的一个经历 所以说赵乐际在过去五年 对习近平的工作 尤其反腐工作有很多的配合 因为他是中组部长 但是赵乐际当选中纪委书记 被认为中纪委书记 我认为是各派系 讨价还价的结果 因为中纪委书记这个职位 刀把子干系重大 习近平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 落在团派或者江派手上 同时江派团派也绝不愿意 让这个位置再落在 习近平的铁杆盟友手上 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 过去五年的教训 落在了习近平的铁杆盟友 王岐山手上之后 对团派江派是多么大的威胁 所以最后讨价还价 接受了赵乐际来做这个职位 那么赵乐际根据他的仕途来看 他没有强烈的派系背景 他就是从青海省委书记 到陕西省委书记 到中组部长 看上去四平八稳 这个四平八稳的作风 将使中纪委恐怕会削弱蜂王 他从魄力和智慧 智商都比不上王岐山 因此我认为中纪委的功能会削弱 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栗战书刚才吴国王教授也讲了 栗战书实际上是从中办主任 直接升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三位的创举 这个创举仅仅因为 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亲信 而对习近平是个安抚 因为原先传门 中纪委会是栗战书接任 栗战书接任的话 习近平手上又有个强有力的刀把子 栗战书没接任这个 作为安抚的话 成了党和国家第三号领导人 那么一个看点是汪洋 汪洋实际上是被闲置了 如果中共将来推行政治改革 汪洋掌握政协 参政议政方面汪洋作为一个 开明派改革派 能够发挥他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 是继续走向独裁 甚至更加独裁的话 汪洋实际上被赴贤 汪洋在管经济 管政务 管党务 都比这六个人中任何人都强 但是汪洋却被放在一个 最悠闲的位置 政协主席 可以说是这个十八大里面 政治老人阻止他入场 当时江泽民 李鹏联手阻止他 认为他思想太开明 可能又平反六四之嫌 那么现在又把他放在政协主席的位置上 实际上就是让他复闲冰冻起来 起不了什么作用 过去五年余政生根本没起作用 就是开开会而已 那么接下来一个看的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三朝不倒 这个服侍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他是为命是从 为上是从 所以这个有两个江派 韩正和王沪宁都是一个特点 虽然出自江派 但是不是铁杆江派 不是顽固江派 他们是这个封派 是准江派 因此在这个谁当总书记 他基本上都是服从谁 所以对习近平的威胁不大 但是对江派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的 我想听听吴国光教授 您对于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看法 那么现在外面外媒有一些分析 认为这次王岐山出局 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 要在习近平 砍掉习近平的左右榜亲军策 要让他因为动用太多的 这个党内高层利益和利益集团 所以要削弱习近平的反腐努力 而且他们甚至预言 在王岐山出局之后 未来的反腐 未来五年的反腐会走向基层 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动高层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岐山因为在过去五年当中的反腐 这个用力非常之大 那么我想他在中共党内 这样一个精英尖程中 遇到的这样一个反弹 也是很大的 同时由于中共反腐的方式 是完全非法制化的 那么被民间称为这个东察 那么所以呢 他的一方面 在一些这个民众当中呢 反腐赢得了威望 就是这个只要能惩治贪官嘛 大家都是高兴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的这个非程序化 非法制化呢 也受到相当多人的诟病 特别是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以后呢 我想这个王岐山 所主导的这样一个反腐 由于王岐山这个个人的很多东西呢 被暴露出来以后 那么不管他的这个真实程度是如何 那么他这个王岐山个人的形象 都受到极大的破坏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主导的反腐 这样一个运动呢 他的合法性也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 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即使是本来习近平很想留任王岐山 那么继续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 继续反腐也好 这个执行其他的重要的任务也好 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八下的这样一个规则 现在王岐山这样试水也好 那么不管这个过去的这样一些盘算如何呢 那么我想在十九大的这样一个最后的关头呢 他放弃王岐山呢 应该对他来讲呢 是一个直觉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明智之举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本来就有这样一个七上八下的规矩呢 我想呢 习近平也顺水推舟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下一步的反腐运动呢 会不会就是说像有些人讲的 势头会大的减弱呢 我想呢这个可能取决于一些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 是不是打大老虎 那么要看那么现在的这样一个最高层的 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层面的派系平衡 那么是不是和习近平的一人独大 那个两个之间呢能够相互磨合 磨合的好呢 就是一人独大呢得到了来自派系平衡的支持 那么这个呢就不会有这个习近平感受到来自其他派系的巨大的威胁 这个呢打大老虎的可能性呢就会降低 那么如果呢这个派系平衡会对习近平的一人独大 形成相当的这样一个掣肘的因素 那么特别是呢 这些派系平衡在位的人 背后的那些老老虎 那么可能会遇到来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压力 那么如果不直接打大老虎的话呢 我想建群鞭啊 那么挖掉他们的权力基础啊 敲山正虎啊 这样一些高层的反腐举动 都是非常可能的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呢 这个可能呢是越来越小了 就是十八大以前 十九大以前 传出有这个政变的可能 那么甚至说习近平已经挫败了这个未遂的政变 那么事实上呢 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也好 从这次十九大之前的这样一个各个派系 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过程看来好呢 这个其他的派系 无论如何的补满习近平呢 他们要想采用非制度的手段 比如政变的手段 或者召开一个其他的会议 非政治局常委的会议 由老人来主持霸免习近平 这也是变相的政变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是越来越低了 但是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 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预判的 那么这是大老虎的层面 再简单的讲几句呢 就是我想中纪委呢 应该还会进一步的 就是所谓这个对苍蝇嘛 这个对中层的干部 基层的干部 这样一个纪律约束呢 会大大的加强 当然这个呢很难 如果没有制度建设 那么仅靠是从上而下的这样一个监督 仅靠是王岐山所发明的这套巡视也好 巡视回复案也好 那么我想呢 下面的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呢 还是非常之大 这个真正的效果如何呢 这个我想呢很值得怀疑 好的高文谦先生 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十九大上呢 我们看到政治老人 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等 都在十九大呢集体的出场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刚才因为吴国关先生也提到 可能还有一些老的势力 还是在发挥影响 那么您觉得这个政治老人的影响力 到底还有多大 他们这次十九大 是不是标志他们的影响力 已经到此为止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能先谈一下 关于中共反腐的问题吗 请讲 那么中共反腐呢 我觉得确实是带有 王岐山强烈的个人色彩 那么专制政治的特点 本身呢就是人亡正习 王岐山这次没有留任常委 这是习近平不得不和整个体制 这个做出的妥协 是不是裸退呢还要看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 能够迅速集权呢 靠的就是王岐山抛盘的这个反腐大棒 从本意上讲呢 我认为习还是希望王能够继续为他保驾布航 至少是当这个挡箭牌 但是反腐呢得罪了整个官场 迫使习呢在王和体制之间做出选择 那么王退任常委后呢 即便有习的打保票 最后结局很难说 那么周永康呢就是前车之鉴 那么呢我认为的话呢 这个赵乐际现在这个接手这个反腐啊 必然这个事不如前 所谓这个再衰三劫 那么即便是习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反腐的力度呢 赵本人也要掂量掂量 因为他不愿意落得和王岐山一样的这个结局 那么最后呢我简单说一下 关于这个政治老人出场的问题 我觉得呢这次政治老人集体出场呢 恰恰说明他们的影响力呢 仍然存在对习近平构成压力 这从常委组成人选就可以看出 是一个妥协平衡的产物 另外呢从喧嚣一时的习近平思想 最后以16个字写入这个党章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起的作用 当然了随着时间的退役呢 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发生这个示威呢 也是必然的 好的 陈伯光先生听听您对于 政治老人影响力的看法 政治老人出场呢 对习近平来说是一振一负 对习近平正面的影响就相当于 对习近平权力的背书加持 习近平说我大权在握 现在是一言九鼎 所有的政治老人都为我背书了 那么取得了一个党内的合法性 因为他的权力本来自于 党内的这些老人阶层或者精英阶层 那么一副就是说政治老人的出场 给习近平的感觉仍然是这个左右挟持 受制于政治老人 他的政治报告的四平八晚就看出这一点 而且国际媒体聚焦政治老人的表现 而不是聚焦习近平 让习近平也有些尴尬 另外说到这个反腐的问题 反腐是手段不是目的 习近平从年龄 从资历到政绩来说 他都不可能登上今天的权力高位 他为什么登上了这个权力高位呢 超越了江湖这么一个权力高位 完全是因为一个秘密 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就是腐败 共产党因为全面腐败 官场全面腐败 腐败透顶 习近平刚好拿了这个来说事 那么反腐可以给他集中权力 刚好他还有个运气 就是说他跟习近平 江泽民胡锦涛不同的就是 他有个运气 他的铁杆盟友王岐山 当上了中纪委书记 说这个刀把子可以用起来 像江泽民执政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中纪委书记 先是乔什 后来是卫健行 跟江泽民没有这个关系 后来的胡锦涛当政 中纪委书记先是无关政 后来是这个叫做 这个叫什么来说 那个霍国强跟胡锦涛 也没有这种铁杆关系 而且当时实际上在20年前 1997年 我就听到一个中共体制内 或者接近中共高层的一个人 给我说了一个话 他说江泽民已经收集了 中共高官的所有腐败材料 只要谁不听话 谁不服从他 他就拿反腐为名 把他们自罪下狱 但是江泽民只办了一个人 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然后就及时收手了 而且江泽民没有在干 还说闷声发大财 用腐败作为烟河机来团结全党 胡锦涛上任更加胆小 这个只办了一个人 陈良宇觉得震慑一下 不服从他的官僚 也就收手 他的名言是不折腾 江泽民的名言是闷声发大财 但是到了习近平 他就具有了 江泽民和胡锦涛 不具有的胆量和决心 同时他具有了中纪委这个刀把子 所以说他把这个事情捡起来干了 就是用反腐 所以说他反腐 但是大家看到他并无意改变 资深腐败的一党专政的制度 这就是说他希望腐败存在 如果腐败不存在 他还没有反腐 还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 还不能够震慑百官 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民主化了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根本就轮不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反腐 而且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本身要受到新闻 和司法的监督和制衡 所以说这个腐败 对习近平有好处 只要腐败 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 反腐就永远在路上 对习近平可是有利无害 好的 我想再请各位嘉宾 就这个话题 做最后的点评之前 我来念几位 我们网友观众 希望参与的这个评论 有一位叫万涵长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思潮 就是认为中共通过个人独裁 比集体领导更容易完成改制 他说习近平现象 是不是习近平现象 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 和部分红二代的杰作 他说也许这是我们应该 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么还有一位叫变异的 90后的一位网友朋友 他说现在的普通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 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 即便是天天喊习近平万岁 也不会反感 还有一位叫梁慧彬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我觉得习近平 不会打破任机制 因为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他说群众虽然无奈 但是不傻 这对于习近平的施政并不好 他说他更可以 更能采取的方式呢 是用怀磊总书记习近平 垂帘听政 好 还有一位叫 Lucas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呢 他说为什么大家 对于习近平搞极权 都感到反感 而对于胡锦涛的风格呢 大家却没有这么反感 他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这两种政治风格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反正不管是 以前的胡锦涛时代 还是今天的习近平时代 他说民众都没有民主 都是一党专政 最后还有一位 姓谢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习近平呢 大用特用福建的嫡系人马 开了一个坏头 今后的中国呢 可能出现诸侯割据的现象 免不了又会有 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 老百姓也跟着遭殃 那么这些都是 我们的网民提出的这个评论 那么最后这个部分的讨论 我想问问吴国光教授 您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呢 都是说呢 这个中共领导人的那个死穴呢 是他的这个合法性 那么这次十九大 可以说是中共精英阶层 为他集体加冕 但是在民众这个层面 你觉得他有没有 在民众中赢得一个高的合法性 或者是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 刚才几位这个观众的观点 都非常的有见地 这个说明中国确实明治已开 那么但是也有 刚才一个观众讲的这话呢 我也很赞成 就是中国呢 他在现在的情况下 由于信息的控制也好 由于长期的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渔民教育也好 那么还是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好 那么这个习近平的高度的集权呢 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你要说他有多高的社会的威望 民间的威望 这个呢 我想我们没有具体的资料来判断这个东西 但是呢 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民间呢 希望有强势人物出现 那么一个是呢 来惩治贪官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甚至吧 民主转型的希望 也寄托在一个强权领导人身上 那么我想惩治贪官是可能的 但是呢 也像刚才高文强先生讲的 那么这个 完全靠这个自上而下 集权来惩治腐败 专制下的腐败 这个刚才包括陈破公权来讲 那他需要腐败的 所以我想呢 这个是做不到的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 十九大开幕的时候呢 就让我想起 这个马克思写的这个 路易不拿罢的5月18日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 11月18日呢 实际上呢 和这个当年马克思 对于路易不拿罢 通过5月18日 政变上台的分析呢 有他的吻合之处 不管这个当年马克思 对于法国的情况的分析 是不是合适 那么实际上 今天的中国呢 倒是非常的合适 因为这个马克思就强调呢 这个法国当时这样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 小奴奸纪的这样一个基础 就决定了他们 想要一个 这样一个专制人物 强权人物 来做他们利益的代表 那么我想中国呢 这个可能还需要 长期的一个 这个民治开化的过程 那么进一步的这样一个 信息流通的这个 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那么才能够呢 有这样一个 更多的独立思考的人物出现 就像刚才这些 观众这样的人 那么才能够知道说 一个极权呢 是不能够给这个国家 带来这个繁荣的 也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 这个尤其是不能带来自由 特别是那种认为 就是说极权可以推进民主化呢 我个人的看法啊 是不是这是一种高级黑 就是因为你看呢 这个极权有很多 不能解的死结 第一就是合法性的死结 那权力是谁授予的 是自己授予自己的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 信息流通 它前置信息流通 那么第三呢就是 下面可以这个 为非作歹 那么就要在政治上 跟下面保持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它这样一个 不受制约的权力呢 必然是不受制约的腐败 那么这个等等呢 这个非常多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好 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历也好 那么极权呢 一定是这个带来灾难的 高度极权是带来高度灾难的 那么过去当然二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个人极权的 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子了 那么它有很多的弊病 那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 基本政治制度相关联的 但是你也可以讲呢 那么它给了一些缝隙 它给了一些空间 比毛时代的空间要大一些 所以习近平呢如果要是走这个 毛泽东个人极权的道路呢 甚至要超越毛泽东 那么我想它所面临的挑战呢 是非常之大 那么它呢 我问如果它是高级黑呢 也可以讲呢 就是说这个政权所面临的 这样一个危机呢 应该会比过去的这个二十年呢 可能要更大一些 好的 高门天先生听听您最后对这一部分的讨论 您还有什么想法 刚才那个有一个观众提的话呢 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个习近平的用人之道 刚才提到那个福建的人 那么我认为呢 这次政治局成员最大的特点 就是习家军全面上位了 政治局的整体的形象比常委要更差 其中呢既有连生三级的这个蔡奇 陈明尔 也有连生投靠 这个靠这个刘虚拍马上位的理工中 这种做法呢 凸显习近平的用人之道 什么呢 有两个 用人为亲 用人为中 这种用人之道呢 我觉得是不能服众的 即便是毛晚年 也不能做得如此的露骨 至少在表面上还要讲五胡四海 好的 陈博宫先生您最后的评论 这刚才观众讲得很好 一个观点说 不管是中共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 对老百姓没区别 我也讲个这个观点 非常对 所以习近平集权之后 在共产党的专政下 我们不看他的这个目前的效果怎么样 只是说如果习近平 如果将来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话 我认为他会受到党内外的加工 因为在过去五年 事实上民间 你说幻想也好 是喊话也好 是指望也好 的确有很多的喊话 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 给闹习近平面子 希望他集权之后 做蒋经国 走开明的道路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强权领导人 你完全靠自己一念之差 改变国家的方向 那么你像邓小平那样 如果你究竟是往好的方向走 往坏的方向走 完全取悠习近平个人的 境界价值和他的那个想法 如果他往旧的走 就像刚刚刚刚才讲的 如果他走毛泽东那条路的话 认为是走不通的 他是凶大一局 凶多吉少 但是如果他能真正像 蒋经国那样走 平稳的推进中国社会的 某种政治转型的话 是极大于凶 当然对此我们不报幻想 也不太报希望 好的 有关中共十九大的 高层人事安排 我们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习思想入党章 习近平能否比肩毛凳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